这是高群叔导演在拍摄征服之前的巅峰之作 故事都是取自于生活中的真实案件改编 这名小伙儿就是故事主人公的原型 他叫王玉泉 因为不甘寂寞和一名小姐发生外遇 小姐不爱的天性又让她无法接受 最终将人杀害 王玉泉是一名建筑工地的工人 因为工作的原因 王玉泉的身体很强壮 但是老婆和她分居 而无法使她得到释放 晚上闲来无事就去了歌舞厅排遣寂寞 抠门的王玉泉只点了一杯啤酒 此时王玉泉被一名穿着时尚的短裤小姐吸引住了 短裤妹扭动着她那妖娆的身体 尽情释放 王玉泉在旁边满足地观望着 就像是野兽在草丛里偷窥着自己的猎物一样 短裤妹跳着跳着没了兴致 走出了歌舞厅 王玉泉紧随其后追了出去 她看到不远处的短裤高腿妹 在公用电话厅打电话 王玉泉壮着胆子也凑了上去 她假装试着每一个公用电话 目的就是不断向短裤妹靠近 王玉泉终于凑到了妹子身边 她先是听到了妹子在恳求着什么 妹子被拒绝了 她生气地挂断电话 王玉泉听出了门道 她觉得此时正是可以钻空子的好时机 就弱弱问了一句 妹子瞪了她一眼就走了 王玉泉这时掏出IC卡正要打电话 发现妹子的IC卡忘记拔了 就拿着电话卡来到了妹子的身边 王玉泉几个月后 在歌舞厅和妹子说起了此事 一桌人哄堂大笑 妹子名叫小琴 眼看着气氛已经起来 王玉泉一句话却让小琴发飙了 你怎么当机坐台小姐来了 你那个 留个人 啥他妈妈 虽然挨骂了 但这正是王玉泉想听到的话 第二天 他骑着他那已经传了好几辈的二八大杠 来到了歌舞厅找小琴 约他出去吃火锅 两个人喝了不少酒 王玉泉骑着二八大杠驮着小琴 模仿着甜蜜蜜中的黎明和张曼玉 在街上尽情地撒花 小琴回老家看他妈妈 把钱包丢了 他立即给王玉泉打电话 王玉泉二话没说 就坐着火车来找小琴了 两人先找了一家旅馆住了下来 王玉泉特意要了一间房 他知道接下来有一场大汗淋漓的战争即将开战 王玉泉从裤裆里掏出了一千点了小琴 小琴感到受宠若惊 接下来王玉泉把他那有力的手伸下了他 王玉泉因为得到了彻底的释放 他的癫痫又犯了 亢奋得他半夜不停地抽搐着身体 小琴吓得赶紧起来 王玉泉说他一遇到激动的事 晚上睡觉就会变成现在这样 王玉泉回到了石家庄 继续在工地干着他那苦力 当接到小琴回来的电话时 他赶紧骑着二八大杠来接他 并在饭店为他接风洗尘 两人吃完饭刚想走 小旋风柴静从屋里走出来 正好碰到小琴 原来柴大官人就是那个小琴口中的刘柏顺 小琴见到他很生气 假装不认识他 刘柏顺哄着小琴 还不忘严鱼旁边的王玉泉 王玉泉看到气场强大的柴大官人 吓得连屁都憋回去了 小琴被刘柏顺气地跑了出去 王玉泉追出去安慰小琴 当得知刚才那个人就是刘柏顺的时候 此时王玉泉后劲耐了 王玉泉为小琴租了房子 两个人住在了一起 小琴在舞厅唱歌的时候 刘柏顺专程来找他 他向小柏顺不断地炮火连天 小琴渐渐被他的甜言蜜语打开了心扉 王玉泉骑着二八大杠到舞厅来找小琴 在门口看到了刘柏顺和小琴 男舍男分 王玉泉 另外他还奉劝生活中的夫妻 男的不要在外沾花惹草 女的不要才迷心窍 如果他不是和老婆出现矛盾 他就不会有外遇 也就不会走上现在的道路 注意看 男人在外地因为跟人讨价还价 被对方羞辱为穷开了河南 两人就在快下高速的时候 江洪远远看到高速口有警人在查岗 他赶忙把身份证藏了起来 然后故意跟小开说 下了高速以后 警人国红也说出了 他杀害白红的真实想法 注意看 这名女子实在受不了男人的疯狂折磨 最终将其活活烧死 她就是剧中女主人公的原型 她说她当时和男人结婚不是出于自愿 而是因为未婚先孕 女子名叫佟玲 他们一家都是戏班子里的演员 这种戏班子在农村红白喜事上 就会被请去住行 佟在一个戏班子里的张武喜欢着佟玲 佟玲的父母和弟弟也很喜欢她 佟玲对张武不是不满意 而是她不想再找一个同行做自己的老公 正是这个愚蠢的想法 让佟玲陷入了无底的深渊 佟玲嫁给了瓦将赵长霖 而赵长霖刚从住家庄被护三娘拒绝归来 高群叔导演这是捅了梁山窝了 一个个水浒人物在这部剧中陆续出现 两人认识三个月就结婚了 不是佟玲愿意嫁给她 而是不得不嫁给她 因为她怀了赵长霖的孩子 对于当下来说 这不算什么 而在当时的农村 这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 赵长霖高高兴兴把佟玲娶回了家 在婚礼上 大家都知道新娘子是唱戏的角儿 所以朋友起哄 让佟玲唱一段住住戏 无奈她只能在现场唱了起来 佟玲的父母脸上乐开了花 而赵长霖的父母则紧皱眉头 一脸嫌弃的样子 新婚一案 赵长霖一口一个生儿子 农村重男轻女的就传统非常可怕 甚至佟玲万一说 要是女儿怎么办这种话 赵长霖都不允许她说 贤惠起 她盘算着 要把村里的一块宅基地 买下来盖新房 她手里有两千 佟玲说自己带过来两千 四千家在一起满打满算了 两口子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孩子生下来了 看赵长霖那嫌弃的老脸 佟玲沮丧的眼神就可以断定 生的不是一个代伴的 赵长霖的爹 把哥俩召集起来分家 赵长霖问他爹能不能先不分家 他爹说不行 眼前佟玲又怀上了 因为计划生育的原因 他们要面临着被罚款四千 赵长霖的爹根本不会出这笔钱 所以他现在分家目的 就是让他们自己去想办法 老两口还不忘业余同龄 这种搞笑的事在农村非常普遍 只要生女孩 肯定都把责任推给女方 好像地里不用下种自己长出庄稼一样 自从佟玲生了女孩以后 赵长霖就一直对他横挑鼻子竖挑眼 还怀疑佟玲的生活作风有问题 佟玲被赵长霖无故泼脏水 跟他理论了几句 就遭到了赵长霖的毒打 幸好赶上赵长霖他爹发现 才及时制止了他 但是他也没有给佟玲好脸色 佟玲又生了 谢天谢地这次终于是个儿子 佟玲的境遇比以前稍微好了一点 但是两人的四千被罚的也差不多了 家里连零花的都没有了 赵长霖在这一段时间还染上了毒瘾 把家里仅剩的四十块全给输了 为这个佟玲跟他吵了起来 赵长霖一怒之下又把他给打了 眼看着家里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佟玲没有办法 就又回到了戏班子 张无早就听说佟玲过得不幸福 他劝佟玲实在不行就离婚 他兜底儿 佟玲向娘家借了三千块 把宅基地买了下来 两口子开始忙着带新房子 佟玲问赵长霖 用白色做隐蔽墙是不是颜色太素了 就这一个正常的问题 把赵长霖惹怒了 佟玲感觉很委屈 新房子是用我娘家钱盖的 我连说话去你都没了 佟玲一听这话来了气 他揪起佟玲就往死里打 佟玲赶忙跑到院里推起自行车 就跑回了娘家 赵长霖来接佟玲回去 佟玲因为老是挨打 每次回娘家一过来接他就痛痛快快回去 导致赵长霖不长记性 这次他要赵长霖给他道歉认错 他才肯回去 赵长霖一听就来气了 你还长本事了 想要让他道歉 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他还当着丈母娘的面给佟玲撂下了狠话 张武来到佟玲家里 他听说赵长霖又把佟玲给打回来了 他再次劝说佟玲离婚 佟玲觉得实在是丢不起这个人 赵长霖父母找中间人 也是佟玲的表嫂过来劝佟玲回去 表嫂好言相劝 但是赵长霖娘的态度却是非常强硬 能不能说事事都是长霖的错吧 佟玲说自己对她没有什么要求 就是少喝点酒 少打她几次 如果赵长霖长辞以往 这日子怎么继续往下过啊 赵长霖的爹一听这话不乐意了 听你的意思啊 这今后的日子就不想过了是不是 佟玲的娘跟两人说着好话 她说佟玲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此时的场景好像佟玲做错了什么一样 赵长霖的父母 此时把真正的杀手减亮了出来 佟玲的爹赶紧保证 如果自己的闺女有这种事 她们可以把自己房子给烧了 佟玲的母亲和表嫂 也吓得赶紧解释 这都是捕风捉影的事 别人搅舌头根子给造出来的谣 女人不检点这种事放到现在不算什么 人们已经司空见惯 但是在那个年代的农村 这可是不得了的大事 老梁口气冲冲离开了佟玲家里 佟玲推着自行车跟在后面 两人还故意在街上 让佟玲家丢人现眼 佟玲因为受不了这么丢人的刺激 吓得晕了过去 第二天赵长霖把佟玲接回了家里 从此以后 佟玲的噩梦变得更加可怕了 老梁口拿出的来这口气 他们把家族里的长辈都请了过来 当着大伙的面 赵长霖的爹给赵长霖下了死命令 同龄一听下的赶紧给两人磕头求饶 公公立马把头转了过去 婆婆阴阳怪气地说 受不起她的一败 赵长霖此时也表态了 她求父母看在两个孩子的份上 这次能放过他们 没想到她爹立马蹦了起来 说到情急之处 她还要与赵长霖断绝父子关系 并向她索要这些年 给他们看孩子的抚养费 家族里的老人看事态有些严重 就站出来说了几句 她首先批判了 同龄回娘家这么长时间的不对 她作为一个儿媳妇 不应该让公公婆婆受这么大的委屈 接下来她又劝老两口 不要把事情闹大 省得让外人看热闹 但是赵长霖的爹还是不肯罢休 此时同龄也不再软弱 他认为你赵家修我得给个理由 不能无缘无故就把我扫地出门 赵长霖的爹胡乱给他打了一个又缠又懒的标签 同龄不认同 他说自打分家以后 他就省吃俭用一心过日子 房子也是他从娘家拿钱盖起来的 赵长霖的爹被同龄说得哑口无言 气得摔门而出 其他人也都相继离开了同龄家里 在同龄的一再坚持下 最终赵长霖没有和他离成婚 他们的新房子也快要封顶了 赵长霖的爹看着有些演气 他想了一个馊主意 晚上大家吃饭的时候 他提出他想要买一块宅基地 让哥俩一人出一千 同龄当下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爹 我们那房子正封顶呢 同龄回到屋里以后 发现带新房子仅剩的一千五枚了 他问赵长霖是不是给他爹拿了去 赵长霖一听来了气 抡起大嘴巴就开始抽同龄 赵长霖的娘听到儿子打媳妇的声音 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赵长霖往死里打着同龄 同龄被打得狼哭鬼嚎 赵长霖的弟妹实在听不下去了 他穿上衣服去了表嫂家 此时同龄被赵长霖打得跑出来 婆婆一看同龄想跑 赶紧把大门把得死死的不让同龄出去 表嫂这个时候过来了 打开大门的那一刻 同龄紧紧抱住了表嫂 他此时才觉得自己很安全 表嫂见同龄被赵长霖打成这个样子 就不停数落着他 没想到赵长霖的娘却耍无赖 赵长霖让他少管自己家的事 说完他和他娘就进了屋 同龄求表嫂带着他离开这里 他怕赵长霖把自己打死 表嫂也怕惹火上身 就劝他先住在轴里屋里 说完就无奈地走了 轴里两个住在了一间屋里 刚躺下同龄就被赵长霖吓得起来了 他在外面叫嚷着 让他赶紧出来 要不然他就冲进屋里去了 两个人被吓得躲在炕上打哆嗦 轴里劝同龄还是出去吧 要不然赵长霖冲进来 把屋子会砸得稀巴烂 同龄战战兢兢出了屋 他趁机跑到婆婆屋里的大衣柜后面躲了起来 赵长霖进屋找了一圈没见到同龄 就出去找他 婆婆进屋后点着了蜡烛 正想扑炕 发现了躲在大衣柜后面的同龄 这种奇葩的婆婆 也真是火酒见 同龄吓得赶紧跑了出去 他敞开大门逃离了这个噩梦之地 婆婆还不停地喊他跑了 让赵长霖去抓他 天上飘起了大雪 同龄在漆黑的夜里又冷又累 他来到一处街杆堆里钻了进去 这样他感觉自己不至于被冻死 第二天 同龄从草堆里起来 亮亮呛呛回了娘家 同龄没有再回去 他又在戏班子里唱起了戏 有一天同龄一家人正在吃饭 赵长霖破门而入 看这架势 他没少喝 这家伙真是嚣张到了极点 他当着岳父岳母和小舅子的面 要揍同龄 小舅子也不示弱 赵长霖不吃这一套 他逼着同龄回去 同龄的弟弟扑了上去 赵长霖一把将他抡了出去 掏出身上带来的汽油就往桌子上浇 然后一把火点着 同龄一家人赶紧灭火 火被扑灭了 但是同龄心中的怒火被点燃了 他接下来的表情 预示着某种可怕的事情将要到来 第二天他正要出去倒垃圾的时候 一开门正好赵长霖又来闹事 他左手汽油 右手菜刀闯进来 同龄的表弟正好也在这里 两个人开始揍赵长霖 把他打了一顿以后就绑在了树上 赵长霖嘴里一直骂着同龄一家 同龄让弟弟几个人先进屋 赵长霖嘴里骂骂咧咧说 一定要弄死同龄一家 这个愣头亲此时还没有注意到同龄的表情变化 同龄拿起赵长霖带来的汽油 朝他身上浇了过去 赵长霖到这时候还在嘴硬 我是你丈夫 同龄在他身上翻出了打火机 这时的赵长霖被吓住了 他开始向同龄求饶 但为时已晚 同龄要灭他的心已成定局 同龄要灭他的心已成定局 同龄在他身上翻出了打火机